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杜丽芬阿姨的家门棚啊 大家是不是想要了解的 能不能打架和声杖 一会儿呢 我会一一为大家解答 然后新年来的宝宝给一波关注啊 家门棚先给关注走起来啊 来 我给你看一下 之后呢 我们也会来到乱到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来到是杜丽芬阿姨的家 但是他们家大门紧锁 具体什么情况呢 我们无从知晓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杜丽芬阿姨家 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哎 哎 师傅 您好 请问您认识这家人吗 认识啊 他们一直住这儿 那他们现在是去上班了吗 上班 哎呀 昨天啊 他们匆匆忙忙的就走了 好像啊 好像他们有什么事一样 跟我们打了这家电话 一直没有人接听 哎 您看一下 是这个号码吗 谁把他们家消息传出去的 不是我呀 你该不会怀疑我吧 这种方法我们都想得到 人家媒体又不是傻子 他们的方法可比我们多得多 哎呦 这个不太清楚啊 那他们这家人有孩子吗 好像有一个吧 十几岁吧 男孩还是女孩啊 好像是男孩 叫唐彤来着 小鹏 嗯 妈 你今天怎么了 我就去买坏电池 马上就回来了 叔叔 外来两个五坏电池 多少钱 如果有他们的消息 尽快就不联系 大爷您好 您能说一下 您跟这家的了解吗 他们家呀 我说他们的了解 您在这边住多久了呀 我看这儿二十多年了呢 前前后后 这街坊都挺了解的 但是他们家确实有点 你说 他们这家是很奇怪呀 像是躲寨人似的 怎么悄不生气都搬走了呢 也可以理解 毕竟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 谁都不想相信不是亲生的 这就能理解了 是吗 刚才还怀疑我 干嘛 林书姐又不傻 她当然知道 这事压根不用你传出去 自然有人会找到 抱错孩子那家人 那她也不能这么说 她不就那个性格吗 能问你就不错 那我还得谢谢她 我们都没有想到 在知道了真相的庞蓬 与舆论的双重压力下 杜立芬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有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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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下来行吗 我求你了 那你答应我 你跟我回你 想想外婆的家 你什么都不要去想 什么都不要去看 任何人说的话 你都不要去信 我什么都答应你 我什么也不听 什么也不看 妈 你下来吧 我求你了 太危险了 行吗 人在这儿呢 人在这儿呢 人在这儿 干吗 你干吗 你不要回来 你不要回来 快站过来 我就要下去了 往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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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 我们还要处理一点事情 你们一个也别想跑 妈 他们都往后退了 你快下来吧 我求你了 妈 往后退 妈 你下来吧 干什么呀你啊 谁还不让拍啊 为了抢新闻 你们就可以不顾别人的性命吗 你拍我的自愚 杜姐 你记得我吗 十六年前 我们在一家医院生孩子 我就在你隔壁床 你还给我煮过鸡蛋 你下来吧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一开始 我也无法接受 我家明明不是我亲生的 孩子生下来 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如何当妈 跟孩子一起长大的过程里 才慢慢知道 如何做一个妈妈 但是 老天爷 有可能和我们俩开了个玩笑 我们必须面对 对 两个孩子 都是咱们的孩子 现在明明就在病床上 等着她亲妈救命呢 如果你真是她妈 你也心疼不是吗 如果最后 咱们鉴定出来 都搞错了 那 那也算是给两个孩子一个交代啊 杜姐 你下来吧 妈 下来吧 都九年了 不管我是不是您亲生的儿子 我这辈子 一定会对您好的 妈 你下来吧 我求你了 这边也得重新确认一下 董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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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们鉴定一下吧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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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初中毕业后 就没念书了 和我爸妈一起开了一个农家乐 没钱跟我念书了 那 你遗憾吗 其实 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在新闻里看到你们找我的消息 我也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 我遗憾吗 可能遗憾吧 但这都是命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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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确认一下黄明明和杜立芬的亲属关系吧 我跟我妈打个电话 她怎么还没来 是 对不起 我妈又反悔了 你抢着干吗呢 是否我郁闷 你说杜立芳为什么不做亲子鉴定啊 就算她是为了她儿子 都到这份上了 她为什么 她这自欺亲人有意义吗 我说了 我们只是客观的第三方 你不要过多参与客户的生活 你出来 不出 不出你待着吧 什么 我叫她 等会儿 快回来啊 这边太热了 出去买点东西 这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这种取证方式 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那不需要出司法鉴定结果 出个普通的就行 师傅 我就是想给B亲阿姨 一个好的交代 胡闹 那请我来说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张继达 你怎么这么幼稚呢 就算我用你的剪裁做了 法律不会因为你的意气用事网开一面 没有法律效力就是没有法律效力 我们没有权利给他们一个结果 这是规则 你能明白吗 东姐 我知道你在家 东姐 你明明会不行了 我求求你 求求他 东姐 你开门呢 我求求你了 你开门 快иты 你便好 你快起 it 我救不了他 我已经拿到了你老公检定样本 错过了 明明就是你们的孩子 我知道他是我儿子 从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是我儿子 那你救他呀 你的亲儿子 救活他 以后咱们两家可以一起生活 我们都有两个孩子 不好吗 我真的救不了他 不是我不想救他 真的救不了他 我真的救到了我 我至于这样躲上你吗 他爸爸呢 他爸爸呢 他爸爸应该也可以救干的 他爸有干人 我们全家人都有干病 我去帮助你 我帮你救了我 你不想救他 我不要救他 我看你了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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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我们都希望看到真相 鉴定结果是真相 可又不是全部的真相 碧谦的胶着无助 独立分的逃避 都让我觉得事实并不是如此的简单 不免让人联想 十六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一家人都有遗传性肝病 为了要一个健康的孩子 他们悄悄替换了隔壁床那个 童天出生的孩子 生活不能杜撰 那小说怎么可以呢 张希达 你就是个天才 去吃个饭吧 先生 圣经叫代价吗 尾号四 你看到时间多少时间了 真的不好意思 我实在不好意思 我今天应该来的时候有点堵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个原本就在哪个位置啊 不是 干嘛呀 等什么位置 怎么着 没什么位置啊 怎么着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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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你怎么着 突然走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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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他们两个喝多了 说话说不清楚 那这样 二位啊 那个 您这档我不接了 您重新叫 好吗 重新叫 没事 没事 饭没吃完呢 什么 不是 爱姐 怎么干起代价了 这不晚上没事吗 干点兼职 都这么晚了 孩子呢 那孩子上同学家去了 哎呀 没事儿 你看你 忘了爱姐名言了 赚钱使人快乐 爱姐快乐着呢啊 快回去吃饭去了吧 你看您担心哪 快去吧 我走了啊 慢点啊 明天见 张细达 那小说是你写吧 我一看网民小达达就觉得是你 妈 我昨天半夜才发呢 你就看完了 张作家 你好像要红了 这才几个小时 热度不是盖的呀 我要红了 我就说我投资鉴定中心是最对的一件事情 每天都有素材 师傅 我要红了 师傅 网络作家小达达 这杜丽菲啊肯定是故意换的 谁还不想要个健康人的孩子 同意楼上 天哪 原来杜丽菲是这样的呀 无良作者凑热度 哎呀 我觉得碧琴阿姨好可怜哪 不用急着站队吧 怎么样还不一定呢 这什么作者呀 世人想的 我完全去做了 这一点特别晋爆的小说 很厉害 不好意思 我马上了 小说的视频作者 就在安格金字舰迪中心 目安格金字舰迪中心 我们现在已经不让播了 现在给你确定了 我们现在给你确定了 我们完全给你确定了 就在这个金字舰迪章章栽部 我特意打造了这样一篇小说 大家去这样说 大作家 出名了 你这名出来可也太大发了 我告诉你啊 这要是让我们忠心倒闭了 让你慰藉我失业了 让我养不起女儿 我就带着苗苗上你家蹭饭去 臭小子 你干吗 这就辞职了 扔下个烂摊子你准备跑 我想好了 我要接受媒体采访 我要告诉他们 这是我个人行为 跟忠心无关 还算有担当 不过依照我多年网络经验来看 这次这个事情 发酵得又快又准 小说留言和微博上 都有水军在统一行动 发帖带话题 营销号带节奏 这 这太不对了 这就跟他们娱乐圈要上个新戏 或者哪个演员宣传到了后期 想要上热搜 手段一毛一样 这种宣传规模的手段 很费钱的 你以为谁都有那个闲钱 来搞你这么一个无名小贝 无名小贝也太双人了吧 那你觉得这波舆论是针对你 还是针对我们中心呢 无论是针对谁 反正这祸是我闯出来的 我确实不应该在舆论档口 编撰这样的小说 我决定好了 我离开吧 这样对大家都好 赵喜达 你真要走啊 姐 刚才跟你开玩笑了 怎么还当真了 我已经决定了 相后再见吧 你不用走 师傅 我找你疼我 那我做的事情 我就应该自己承担 赶紧别废话了 干活 我已经解决了 凝书姐 我觉得这事得跟你汇报一下了 这不只是帮张希达个人的忙了 这事背后真的不简单 我找朋友通过和营销号联系的人 返向得查了他们的行业 你看 雯叔 你终于可以约我见面了 这次真的是让您破费了 这次真的是让您破费了 为了我们一个不起眼的 小小鉴定中心 竟然能让您如此兴师动众 这让我突然对自己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原来我的存在 在事业上一直是 你最大的竞争对手 原来你一直这么 忌惮我的能力 这让我突然觉得很开心 雯叔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花钱顾水军 能引起这么大的舆论 用同样的方式 也可以替安和平息舆论 如果事态很快平息 这些证据也会消失 否则 这些证据会一起上传到网上 你们诺信家大业大 欺负同行的事情传出去 恐怕不太好听吧 雯叔 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强势呢 咱俩就不能像以前一样的 好好沟通吗 你也知道是以前 我师父留下我啦 我 正式打 回来啦 为什么 我 不是不走了吗 这又怎么了 其实这两个平凡的母亲 都是那次意外的受害者 对于孩子 无论轻伤还是养育都难以割舍 我无比悔恨 我没有想到我那篇独篆的小说 对于杜立芬故意换孩子的说法 竟然会对两个家庭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听说你已经正式跟黄明明做过亲子鉴定了 对于黄明明的死你有没有后悔过 如果当初你没有故意换掉两个孩子 从一开始就知道黄明明的病情 是不是就可以尽快治疗呢 请你解释一下吧 对 你解释一下 你解释一下 我们阿渡阿姨 你解释一下 别找我 妈 请你解释一下 问多事 这是我们的 别拍了 别拍了 快走 快走 快 闭 毕强阿姨 我们都非常地同情你 听说你打算起诉当时生孩子那家医院 可医院方面认为是黄明明的亲生母亲想要一个健康的孩子而故意换掉了两个婴儿 责任不在医院 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 是否起诉杜立芯呢 是啊 您会起诉她吗 她妈 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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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安静一下啊 让我们安静一下啊 求求你们求求大家了 让我们安静一下啊 简单说了 是啊 你跟我们说一下吧 你跟我们说一下吧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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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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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难道你就想看着毕清阿姨这样受到伤害吗 这是别人的家事 你只负责鉴定 而且你看到的真相 跟别人心里想的真相是同一个吗 你的多事只会造成又一次的小说事件 我不同意 师父 我 我不明白 这不是一个家事 这是社会公众事件 我们在场的所有人 都有这样的社会义务跟这样的社会责任 毕清阿姨花了她的所有 她用尽她的所有去爱一个孩子 她不应该被迫接受这样的后果 如果所有的人都高高挂气 一副默不关己的样子 以后谁来做这种十年隐蔽 男娘热血的人 之后这样的社会事件 只会越来越多而已 你对得起黄明明吗 对 黄明明已经去世了 但庞蓬还活着 她没有做做什么事情 她还要继续生活 杜立芬肝癌晚期 没有剩下几天了 现在对于庞蓬来说 一切能延长她妈妈生命的方式 就是她现在唯一必须做的 网络都是有记忆的 她以后还要结婚生子 还会有自己的孩子 你们这些不相干的人 把事情越闹越大 让她以后怎么生活 好 好 好 走 滴滴滴滴 滴滴